嗨,大家好,欢迎回到Nelly的频道 大概已经脱根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是有在认真地准备这个新视频的内容和素材的 我把2020秋冬所有的秀场都看了一遍 然后总结了各个品牌的新的新衣季的风格 还有一些流行的趋势 那这一期呢主要是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包包方面的一些新元素啊 流行的趋势 那其实我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已经把搭配也好啊 服饰也好啊,配饰啊,这些都做了笔记和功课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我可以再录一期比较偏向于服饰穿搭方面的一个流行趋势的分析和建议 老实说虽然近些年啊 很多设计师品牌或者说小众设计师品牌 慢慢的纷纷的展露头角 甚至有时候锋芒都盖过了一些传统的奢侈品大牌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整个时尚市场的流行趋势,流行方向 还是被这些传统大牌掌握着话语权的 所以这一期还是先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些传统奢侈品大牌 它们在2020秋冬秀场上面的一些新的包款 和一些新的流行元素 那大家如果也想看设计师品牌 或者说小众品牌的话呢 我也可以再给大家来录一期分享 所以这一期我挑选的这些奢侈品大牌的标准呢 就是很简单 你走进一个商场 你可以在一楼的核心商铺位置 甚至说大面积的占领了 临街的这些橱窗位置的这些品牌 直接一点说就是 它们的商业价值在商业市场上 已经得到了认证的 当然在开头我还是要首先强调一点 我并不认为 或者说我并不鼓励所有人 都一定要去追逐所谓的大众流行 同样的所谓的小众的这些概念 一旦泛滥了 它其实也就落入了一种大众的俗套当中了 所以我自己一直秉持的想法就是 选我所爱 为我所用 选你自己喜欢的 能够让你开心快乐 能够带给你自信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选择的标准 OK 那今天所有的品牌顺序是按照手字母的排序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含义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正题 首先跟大家聊第一个品牌呢 就是巴黎世家 巴黎世家其实大家对它的印象最深的 肯定还是机车包 包括机车包也是我自己本人 购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包包 所以我对它的感情其实还是蛮深的 但是老实说 这些年以来巴黎世家的包包 在包包市场上的表现 并不是那么的优秀 应该说没有一款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其他一款 超越了机车包的 针对我自己个人的审美来说 唯一让我有印象深刻的就是 王大人在位期间设计的那款Ledix 我觉得它无论是从线条啊 还是风格啊 整体的这种优雅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圈勇的感觉 在我看来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设计 当然也不可否认 它其实还是不太适合迁徙一代 就是00后或者说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 它其实是还是不太能够欣赏 这样的风格的 它的定位我觉得还是会年龄层再大一点 所以也是它这款包包 可能在市场上面的表现 也并不是那么的优秀 当然它也出了一些有实用性 也算好看的包包 但是说从设计角度来说 有什么创新性或者突破性的设计 那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了 直到去年推出的这款Hourglass 也就是沙漏包 才总算好像又有了一些火红的势头啊 但是今年七夕特定款的土味大篇广告 的这样一个操作还是让人观感不佳 土到极致就是潮 这种本身就带有真意性的表达 加上这种广告词本身就带有的居高临下的 这种审美倾向的表态 什么叫土什么叫潮 虽然可以说大众对于这些词趋向于统一的这种认定 可以算作一种标准 但是谁都没有权利去评判别人的审美倾向的高低 更何谈贵贱 所以我并不欣赏巴黎世家这种为了创造话题性 而刻意的去挑战大众审美的这种表达方式 回到这场秀上 我们来看看新推出的这些包包 整个秀场的整体设计风格来看呢 它其实越来越有一种剑走偏锋 大有江暗黑的这种风格进行到底的势头 那包包方面很明显重中之重推出的就是这款叫做Neo Classic 新款机车包 比起经典款的机车包这个新款来说呢 整体包型的轮廓更加硬朗 也从原本经典包型的这个本身的柔软身形 变为了一个硬挺的气质 形状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 原本经典机车包平摊呢 是一个长方形并且背上身的形态呢 是会根据你装的物品的多少 以及你是肩背它还是手提它或者手拎它 而对包型产生一个形态上面的变化的 而新款呢则变为了上窄下宽的一个梯形 包身的厚度也增加了许多 并不会因为装的物品的多少而产生对包型的影响了 当然既然叫做新款机车包 还是保留了经典机车包大部分的设计元素的 包括流苏的设计啊 包括正面的这个猴脸的经典设计元素 还有就是一些毛钉的位置的布局 也都是完全一模一样 没有做任何的调整的 但是在我看来啊 个人观点就是套了个经典机车包设计元素的外壳 而丢掉了经典机车包的内核理念的 丢弃的是那股潇洒自如的洒脱紧 再也不是机车包配机车的裤盖了 当然这样的设计也许还是会受欢迎 还是会戳中很多人的喜爱点 但是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觉得它是好看的 但是它再也不是我心目中的机车包了 另外几款新包比较新 我注目的是饭盒包和手提箱包 它把logo的图案还有字母 做出了一种类似浮雕的这种效果 很像爱马仕的就是幻影系列的Burking 但是光看秀场的图 其实我看不出来它的材质究竟是塑料还是皮革 如果是塑料的话 就好像稍微有一点廉价了 那如果是这两个包包相比较的话呢 我会觉得饭盒包更加 作为一个手拿包 它会更加有趣一点 因为毕竟这两年 大家看手提箱形状的这种包包 其实这种设计太多了 各个品牌其实都有在出 反而是这个饭盒的手拿包 会更加新鲜一点吧 另外秀场上也能看到 好几款帆布材质的双肩包 腋下包 健身可以用的那种 大一点体积的行李包 这跟巴黎世家近些年 很多成衣的风格是走 这种时髦运动风也是有关联的 其实也不只是巴黎世家 近些年大家都知道 时髦运动风在各个品牌 都挺受到欢迎的 大家都在拼命的把运动元素 和时尚结合在一起 而且不要小看这些帆布包 它们轻便使用 设价也大大的低于皮革包包 所以其实在销量上面来说 是非常可观的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品牌 花更大的心力 在设计和开发帆布材质的 这些包包上面 巴黎世家在这一块走的还蛮钱的 它们之前已经有好几款 就是主打帆布和皮革相拼接的包包 非常受到欢迎 也卖得非常好 新一季的这几款帆布包 我最看好的就是腋下包 一方面搭上了腋下包 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流行的趋势 另外呢 帆布材质 它其实也是很好的 能够融入日常的穿搭的 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穿搭的 色系方面呢 也采用了亮眼的 宝蓝色啊 大红色啊 来跟黑色做拼接 绣长上的模特 也是搭配了一件 非常有质感的这种皮衣夹克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品牌呢 就是BV了 相信很多人已经认同了 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新BV就是旧Celine 其实它的设计团队也好 它的设计风格也好 真的是比较接近于 Old Celine的这种风格了 像我这样 作为Old Celine的粉丝来说的话 其实我对于新BV的 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包括像这一次的 2020秋冬的秀场 我也是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 我觉得它一共有两个 比较主要的一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就是流苏 其实老实说 流苏这个元素 在每一年的秋冬 包括今年秋冬秀场上面的 很多别的品牌 虽然不是在包包上面 但是在成衣上面 我们还是能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流苏的元素的 但是说到吧 就是流苏这个元素 融入到包包当中来说 目前看到的是 BV是做的比较有特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 它还是花了很多的精力 在手包上面 大家也知道 去年的云朵包 就是The Pouch 有多么的火爆 对吧 它今年也做了新的The Pouch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 我觉得新的云朵包 没有旧的 就是原本最经典的 那个云朵包的那种 简洁有力的感觉了 它把包形也做了一些调整 就是长宽比例 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也有一些款式 加上了一个把手的设计 不是说新的就不好看 但是我觉得就不如 开始就是旧的云朵包 刚出来的时候 那种冲击感了 那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 一个就是流苏 我刚刚讲到了 这款新的手包 叫做Chris Cross的 它有一个交叉设计的 这款手包 它有流苏的版本 也有做没有带 这种长流苏的版本 它自身自带的这种 交叉折叠的效果 是有一点那种 空间扭曲的感觉 就是感觉好像是 你拎了以后 它产生了一个 形态上的变化 但其实它本身 就是这样设计的 我还蛮喜欢这种 不走寻常路的设计巧思的 它在新款的手包上面 加上了非常夸张的长流苏 不是一点点的那种 所以作为一个边缘的装饰了 而是占了包包整体体积来说 非常超过三分之二的一个面积了 那这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从设计角度来说 是具有冲击力的 但是对于我们日常来说 它肯定是不是说这么实用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手包它本来就不是一个 非常日常的一种类型的包包 对吧 所以大家在挑选手包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 加上一些这种 像这么长流苏的这种夸张元素的 BB其实还做了另外一款手包 我看秀场的图片 我以为是那种 就是亚克力或者塑料的 但是我后来查了官网 它这款已经有在官网上面 在售了 我查了官网 它显示的材质叫做paper carve 这种材质好像也还蛮不常见的 我还没有机会去店里摸一下食物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那除了我刚刚讲到的 这个流苏的元素之外呢 新一季的BB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超大款包包 这个元素其实在上一季的 ARCO上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它有出了超级大款的ARCO 就是模特是斜跨在身上的 新一季也出了另外几款这种 就是超大型的 可以斜跨的这种包包 它也是从经典的几个系列上面 得到的一些设计元素 来做了一个变形 那其实像对于我这样身高 在160以下的人来说 像这种超大型的包包 一般呢我都是 就是看看模特杯就好了 感受一下就是自己是不太会去尝试的 在BB这新一季包包当中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是 也是一个夜下包 然后它也是从BB的一个经典 合上包的包型变化而来的 原本的经典款的这个合上包呢 它也是有一点这种软的形态的包包 然后形状有一点像这种半月啊 月亮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新款呢 它其实把它做了一个变化 视觉上面看起来 我觉得整个包包的形态也更加的流畅了 同样也运用了BB经典的这个皮革编织的工艺嘛 所以我觉得它本身是一个承袭了BB经典元素 以及BB经典包款的一个包包 同时也符合时下的一些流行 并且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那种风格 就是非常简约非常大气 但同时能够给人带来力量感的 就是它的设计不是让你感觉是软啪啪的 而是非常有分量的 另外还有一款我比较喜欢 它一些细节方面设计的就是Fold这款包包 它本身呢是一个 有一带一个折叠效果的一个包包的设计 那比较特别 也是比较在细节上面有设计感的是 它的肩带这边 它加上了几个扣子扭扣的设计 包身本来它就有一个折叠 然后再加上肩带上面呢 它配合这个金属扣 也做了一些折叠和交错的 设计元素上面来说是有呼应的 而且细节也是能够耐住稀稀品味的 就是细节当中建设计感 是还蛮带给人惊喜的 那唯一一款我觉得有一点看不懂的设计的 就是在绣场上看都觉得有一点廉价 然后我看了官网的图仍然觉得 就是它是有点那种勾针针织元素的 然后我查了一下它的材质 它的确用的是一种布料 这种布料是常常运用在运动服上面的 这种可能速杆快杆的这种材质 做的一个编织的包包 那它本身的设计呢 其实我觉得更像是Chanel这种风格的 它就是一个翻盖包嘛 设计上面也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然后用的材质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当然我也还没有见过就是包包食物啊 也许见到食物可能会改观 但是我觉得它起码在我看来 它是一个不上罩的包包 第三个品牌呢 我们来聊一下 Burberry新一季秋冬秀场上面的包包们 总结来说呢 四个字 乏善可成 就是没有什么太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新款 首先呢 它也是顺应线下的这种流行趋势 也做了一款腋下包 而且它这个腋下包的设计 其实跟TOTS的新款腋下包真的长得挺像的 设计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值得推敲的地方 就是中规中矩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亮点 而且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线条的设计 是有一点带有一点僵硬感 就整体的这个线条的设计啊 感觉就是被束缚了 一点也不舒展 然后呢 新款的几个TOTS 就是主打实用性也好 主打就是商务人士或者通勤 用的就是大体积的TOTS 设计上面来说呢 真的也不好看 就如果没有很好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你就做一个简简单单 然后实用性比较强的 通勤可以用的TOTS 也是可以的 因为Burberry的质感也是百在那边的嘛 但是你反而去加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设计元素以后 反而会让这个包显得比较局促 显得没有这么端庄大气的感觉了 然后呢 新推出的几款带有经典格纹元素的包包 配色啊 或者说大小啊 这个比例啊 我觉得都掌握的不是这么好 就感觉总是有一点别扭 身般硬套的 就是硬凑的 一定要用这个经典的格纹元素 总之 没有给我太好的观感 第四个我们要来讲一讲Seline 就是新的Seline Heddy领导下的Seline 其实在Heddy上任以后 设计的新款包包呢 老实说对我来说 真的是完全没有吸引力了 但是不得不说 它还是很有它自己的风格的 特别是在它的成衣方面 就是其实非常有自己鲜明风格的 那在包包方面呢 我总觉得它好像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 它只是说去找了一些Seline的一些复古经典的元素 包括像凯旋门的扣子啊 包括像猪鼻子的扣子啊 还有我看到新一季的手包上面运用了 类似像马车图案扣子的设计 应该也是非常Vintage Selene的一些设计元素 它都拿来在新的包包当中去用 带着它自己印记的几款新包包 包括像16啊 包括这一季秀场上看到的 有新款的类似像马鞍型的 但是它做了有一点像三角形的这样的包包 还有我看到的形态会比较特别一点的 有一点像花瓶 有一点像那种篮子这样形态的包包 就是它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来Seline的这种风格了 新款上面来说呢 其实对于它自己的成衣来说是非常契合的 包括它在包包上面做了一些新的这种雕花 皮革雕花的设计元素 非常的适合就是它成衣的这种西部风格啊 抑郁风格 但是我总觉得有一点就是跟以前的Seline有一点断层了 其实在我看来是有点可惜的 就是你好不容易把这种风格做的深入人心了 你冷不丁的又把这种风格全抛弃了 反正就不是我的菜 当然可能还是会有人喜欢吧 那这次在秀场上面出现的几款包包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 还是就是上一季的几款当中 做了一些新的变形 包括也是就是腋下包这个趋势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一个品牌 不再做这个包型的包包 它也是把比如说像16啊 比如说像之前的猪鼻子啊 或者凯旋门包 它都做了一个体积更小的 更适合作为腋下包的一个变形 但是对我来说仍然是觉得 就是都还是在炒冷饭 你没有拿出一个 哇让我能够一下子哇出来的设计 by bwd6 by bwd6